Hello大家好,我是演员陈芳彤 在《千奇丫鬟》里面饰演朵通瑶 霸道都君和温柔少爷,我会选择谁呢? 下载优酷国际版APP,和我一起追剧吧 下一个环节呢,是要考验一下 考验一下呢,咱俩的默契程度啊 考验一下咱俩的默契程度啊 我来问问题 我俩通过回答问题写在这个题板上啊 回答问题,写在题板上,好不好 来,我们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他都知道了耶 天天游命第一次见面在哪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得回答两个 啥两个 一个系里,一个系外吗 系里,系外 好 三,二,一 这个,这个里外弄反啊 在外边,世界在这上面啊 高铁,高铁 高铁,画的高铁 系里是董家啊,董家 没错吧 没错没错 对啊,高铁,高铁 哎,我这个高铁画的好像不太,不太到位 现在高铁没有烟囱了啊 不是以前的火车啊 把这个大家不要看啊 来,下一个问题啊 下一个问题 写出对哪场系印象最深刻 来 一 二 三 你这啥 你这啥 你是手扣吗 手扣啊 你竟然是对那场戏印象深刻 对啊 因为系里,系外都是啊 那是我们拍摄的第一场戏啊 你呢 我看你写的 这是我们拍的最后一场戏 哦 一个开头一个结尾很完美嘛 妈呀妈呀 那你先说说你的 就是那场戏的那个啊 因为我觉得刚开始嘛 而且那次的拍摄经历 从系外对于戴高正来言的话 也学习到很多东西 因为大家赶时间 然后其实我们拍了很晚 第一次磨合 所以我觉得那一刻建立起的信任 让整个戏我们之间的基础 都变得特别好 变得特别好 我觉得不光是我们俩之间的 是我们和整个团队 大家所有人建立起来的 包括他们也更加在把我们去 那个帮我们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是因为那天的 那一场戏的拍摄 虽然有困难 但是那个困难之后 我们收获了很多 我觉得 这场戏就是有很多的头 因为是方天忆的出场戏 大家记得吧 就是他脱军装的那个地方 我们其实是研究了一下 应该怎么样去演绎 他总是你在总家嘛 但是那个就是一个方天忆回到家了以后的那个 嗯嗯对对对 我这场戏印象特别深刻 是这场戏是我们两个人 就是有非常深的情感交流的一场戏 大家因为也看了就是真的很非常的入戏 其中其实就是一个点 就一个点非常的错 我对这场戏印象深刻的原因 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感情戏没有办法 就是走戏走很多遍了 大概是说一下调读 这个地方应该大概是个什么样子 然后就会来演了 所以当时当时演的时候 我们谁都不知道 就是会发生什么事情 听得到我说话吗 听得到听得到 嗯 然后就有一个点很错 我就是平时方天忆在董天遥面前 都是一直硬邦邦的样子 就是对他来说很严肃的一种感觉 一种形象 然后在那天走的时候 他就是对听得是笑着的 我上播的时候就跟他们说 我说为什么 他们说你哭得那么那么惨 眼睛都哭肿了 我说方天忆对董天遥笑了 嗯对笑的 包括我后面咔了 导演咔了之后 我就是哭着在那说 他一直在对我笑 方天忆在对董天遥笑 然后我就哭得更惨了 他们说我是画饼专业过 他们说我画这俩是个饼 还是你挂在脖子上的饼 来吧我们下一个问题 好吧 下一个问题就是 我俩在现场谁容易N接 来吧 我记得是我更容易N接啊 看你记得是我 什么 看一下五五开 五五开行 五五开 五五开啊 五五开 嗯 那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因为因为拍这个戏呢 我俩就是不光要估计很多 对对而且这种大家所见 我们的那种动作呀拉扯呀 极限的东西很多 然后呢所以就经常大家都有 一个人完蛋 另一个人也完蛋 对对 哎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知道就是在现场如果但凡是大家有一点笑场的那个意思就是发出一点 这一点点大家都会爆笑 而且我们现场的氛围真的很好就是大家很轻松很愉悦 所以就很容易笑 他们问我们吻戏呢 他们问我们吻戏 其实吻戏 还真的不多 因为吻戏我们都很想那个我特别怕让天妖以为我想多拍几次呢 来我们下个问题 下个问题 来最后一个问题啊 最后一个问题 写出对方喜欢吃什么 二爷喜欢吃饼 三 二 一 吃的都行 吃的都行 能吃的 不是 你在现场为什么吃都行 听我跟你说 因为那段时间呢 天妖压力很大 然后呢 要减一些肥 所以呢 他每天跟剧组主动申请要的那个健康餐 就是全是白雪煮的 然后又没有煮食 所以天妖每次能看到别人吃点其他的时候 他就觉得很幸福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写我写的也挺对的 他也是吃的健康 对我是常年都吃那玩意儿 常年都吃那玩意儿 溜溜 他们说我爱吃溜溜梅 但是你给的溜溜梅 你这不是 你不是爱吃溜溜梅吧 你是喜欢听瑶给你喂药吧 对 同意儿